李燕甜蜜再婚 汪早用衣举动谢喜讯 亲友嗨送祝福 嫂子好 八点当女神李燕日前宣布 专心经营自创品牌后 减少了戏剧演出 结果 16日深夜却无预警 在演艺圈中投下一颗震撼谈 宣布再婚新店陈大嫂陈茂容 距离上一段婚姻已经有八年的时间 让不少粉丝震惊不已 却也为李燕感到高兴 纷纷送上祝福 据悉 不少与李燕夫妇有交情的人 其实早已知晓两人之间的关系 更甜蜜的是 陈茂容早已用衣举动昭告天下放闪 亲友们也相继送上祝福 还有人直接嗨喊嫂子好 李燕夫妇先后在16日 深夜11时50分 51分与脸书发文 双双认爱 李燕率先表示今天如此美好 一段感情是这样的 期望能帮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 是的 他是我的爱人 新店陈大嫂 也是我曾说过我喜欢有责任感 有肩膀的那个男人 不只是认爱 我还认定他了 又单引号 陈茂容接着写道 0516值得纪念的一天 从没想过会有这么刺激的一天 我的小啾啾说 你再也找不到比我对你更好的女孩 后来我想想 事实好像也是这样 这个女孩再不好好抓紧绑牢 这辈子是很有可能要孤独到老了 所以我们今天用最有效率的方式 跑去护证事务所交出彼此的身份证了 过去我们是事业伙伴 现在更升级成人生伴侣了 新店陈大嫂的爱情故事 印证了赖蛤蟆也是能吃到天鹅肉的 好的 我的朋友们该展现你们的热情 给我们最真诚的祝福了 又单引号 不过 仔细一看 可以发现陈茂容的脸书早谢端倪 脸书封面早在4月就更换 成与李燕的卡通风合照 动态一出 大票亲友纷纷在下方表示 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幸福放闪 幸福哦 好闪 李燕也送了上一张充满爱心的贴图 面对有人喊嫂子好 李燕则是按了她表情符号回应 感谢您收看Mo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